9月6日,据新华社援引韩联社消息称,半岛北方的最高领导人在会见到访的韩国总统特使代表团时,首次承诺实现半岛无核化,呼吁朝韩携手致力于半岛无核化,努力将这一地区变成没有核武器和威胁的和平家园。 朝鲜的表态向外界传递的信号十分丰富。 近段时间以来,平壤已经不止一次公开表示放弃核计划,并把弃核立场卸入板门电宣言,还炸毁了丰西里核试验场,停止了中远程导弹试验。 平壤方面的最新表态看似不温不薄,但力道却不小,把球重新踢到美国脚下。 我们已经准备弃核了,难道你们美国不准备有所作为吗? 韩国媒体第一时间公开这一重磅消息,无疑是在公开向美国喊话,希望美国能尽快履行美朝首脑会晤的成果。 与朝韩热漏关系相比,美朝在无核化问题上的口水账却在不断升级,大有一夜回到解放前的趋势。 8月底,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发推,取消国务卿蓬佩奥访问平壤的行程。 国防部长马蒂斯随即登场,宣布不会停止任何更多的美韩联合军事演习。 长期以来,半岛无核化一直是国际社会的一致呼吁,也是半岛北方很早之前就提出过的主张。 半岛无核化问题,关键的分析不在朝韩。 韩国总统文在寅的主张就是通过韩朝、朝美首脑会谈予以解决,并为此提出了一揽子分阶段解决朝韩问题的方案。 在韩国拿出无核化路线图后,平壤方面也公布了相关方案,即通过阶段性同步的措施解决半岛无核化问题。 这其实就是中方一贯倡议的双暂停两步走。 但是美国政府至今还未提出半岛无核化的具体方案,但是按照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等英派代表的构想,应参照利比亚的弃核模式,先弃核,后补偿,最好是美国的军舰直接开到半岛,把核设施和材料,核专家等打包带走,然后再进行相关谈判。 说白了就是空手套白狼。 美国这种公然耍流氓的做法,几乎是与半岛无核化的方向背道而驰,至今利比亚境内仍飘着血腥味,卡扎菲的惨痛教训就摆在面前。 正常人都知道,不亲属中战宣言便意味着半岛的战争没有结束,80后不会天真到拿自己的身家性命和国家安全去换一张特朗普的空头支票。 更何况拥有了核武器,最后又契合的国家,目前世界上还没有。 而当前的朝韩两国现在的经济水平差别悬殊,没有相关的经济补偿,放弃核武器这根救命稻草以后,靠什么维持独立自主,靠什么维护现行的政体和模式。 所以半岛无核化仅仅是朝韩双方都期待的一个愿景,要真正实现这一目标绝非一事。 半岛问题的钥匙一直就在美国手中,就看特朗普是否真正愿意去打开这扇门了。 西瓜视频,给你新鲜好看。